多倫多暑假期间的盛世之一 木兰电影节这个周末又要登场了 那么在木兰电影节举办的这些年来 不但影片是越来越精致 更培育了许多优秀的华类电影人 那么木兰电影节的组委会 他们全部都是义工 精神令人非常敬佩 那么今年的电影节 有什么特色跟亮点 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 木兰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沈伟 为大家做个介绍 哈喽 沈伟你好 你好 立委 很荣幸请到你 我知道你们举办这个木兰电影节 都有几年了 你首先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电影节 好了 我们是成立于2018年 是在联邦注册的非盈利性组织 然后如您刚刚所介绍的 我们所有的成员 团队成员都是义工 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有的可能还在学校念书 然后都是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 来完成电影节的所有的工作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令人敬佩的地方 因为你自己还有工作 然后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来做这些事情不容易 那么今年电影节你们是第几届了 你们举办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在哪里 我们今年是第五届 第五届 然后是8月9日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开幕 然后为期九天到是8月17日下个星期六闭幕 OK 然后我们一共展映44部影片 44部 对 然后这个包括大概有17部短片 还有剩下的都是长片这样子 OK 那你们这些电影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都是华语影片吗 对 基本上都是华语电影 那么其实都是在世界各地 就是不仅仅是说 就是在这个华语文化圈吧 OK 那是来自于两岸三地的 然后包括还有新加坡的 马来西亚的 OK 还有在美国的一些 就是可能由华语主演的这样的一些影片都有 是 它真的的确是一个国际性质比较强的一个电影节 是 是 是 那现在就请你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们今年举办这个电影节 有什么特色跟亮点 好 那从影片展映的情况来讲呢 我们今年有一个单元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会做的一个回溯单元 今年整个单元呢 会展映八部和张爱玲有关的影片 那么一个就是 她曾经在40年代的上海呢 与一位上海的导演叫桑胡合作 为她的作品进行了编剧的工作 那这 然后接着呢 就是张爱玲后期 就是在上海期间啊 还有后来就是写的小说 那可能比较著名的就是像李安拍摄的色戒 还有像是就是张爱玲也翻译过就是原先互语写成的小说 上海话写成的小说 然后由侯孝贤拍成了这个海上花等等 这都是经典名片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就是八部不同时期不同导演的 那今年的话整个单元呢就会向张爱玲致敬这样 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剧情片 对张爱玲的这些作品呢都是剧情片 那么其他的单元的话呢我们也有像许安华拍摄的诗 这是一个关于香港的诗人的纪录片 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影响 因为许安华他就是年少的时候开始就是读诗 然后他说自己在人生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呢 他觉得是诗歌拯救了他 可以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也有一部影片是关于香港的诗人的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纪录片呢 还有我们 都有 对都有 然后是的是比较全面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 我们每年也会关注新导演的新作品 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策展来去发掘 就是下一代我们华语电影人 究竟是会是怎样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每年都是有这个源泉单元 然后是新导演的长篇首作 还有他们拍摄的短片这样子 它是一个竞赛性质的单元 我们会颁奖 那么你们的开幕片是什么 我们的开幕片是李鸿奇导演的 并且他在里面主演的《爱是一把枪》 然后他来自台湾 这部影片《爱是一把枪》呢 是他的长篇首作 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然后并且获得了这个《未来之师》 这样的一个奖励 其实办一个这个电影节 不容易了 而且你们又都是义工 也就是说你们从2019年 2018年开始去办 到现在 这一路走来 就是说你们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的 首先可能我们在疫情之前 就是做了两届 本来摩拳擦掌是说我们慢慢地想要做更多一点 结果就是全球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工作也陷入了停滞 然后资金永远会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可能也是受疫情的这个影响 全球的经济环境也比较糟糕可以这么说 那么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 就是在这个疫情这个时间 能够持续再办下去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可能就是也是因为我们是义工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来讲的话 所有的资金的来源都会直接投入到 比如说影片的 对 版权费或者说影片的租赁上 那么它就对于人工开支 薪水就不太会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好处 对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成功地活下来了 然后并且还有这个能力 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是 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 好的 就是说你们未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我们是希望像今年我们做了一个 长篇开发实验室 这个是专门为这种 有华语背景的这个导演 去帮助他们拍摄自己的 第一部长篇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我们也邀请了非常优秀 就是电影业内非常资深的导师 来辅导他们 提供剧作 然后包括接下来就是融资 找团队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性质 真的去扶持新一代的导演 你们的创作 真的是非常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说太多 就是如果说是大家想要了解 木兰电影节更多 或者你了解你们的这个电影 怎么跟你们联系你们的网站 对我们有官网 木兰festival.com 然后我们同样也在所有的social media 就是所有的社交媒体上 都会有自己的官方的账号 就是包括像Instagram X 还有像就是华语这边的就是微信 小红书微博等等 其实我们都有 是 好 谢谢你们为我们社区增色不少 让我们有那么多好看的电影可以看 感谢你 好 不客气 祝我们电影节成功 谢谢您的邀请 谢谢 那么9号到17号 欢迎大家参加精彩的木兰电影节 啊